民進黨今天下午將在高雄舉辦 ECFA要公投的活動 不過巧的是 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朱立倫 他上午也安排參加一場 ECFA的研討會 朱立倫就主動表明 他是一個月前就禍邀 不是在尬場 不過尷尬的是 主辦單位預言 會有第二次經濟衰退 馬政府的黃金十年 應該改成白銀十年 週末朱立倫馬不停蹄 除了台北線的活動 他還參加ECFA研討會 時機很巧 因為民進黨下午在高雄 舉辦ECFA要公投的活動 大概一個月前 李董事長 李老師 李教授 特別通知我 說今年的研討會 要在這邊舉辦 主動表明 早就獲邀參加研討會 不是故意跟民進黨尬場 但主辦單位這段話 不知道台下的朱立倫聽了 作何感想 個人對數學經濟的觀察 很可能有第二次衰退的危機 所謂黃金十年 我覺得應該改成白銀十年 可能更好一點 ECFA 利弊得失 然後如果有缺失的地方 希望政府能夠做一些撇套措施 任何一個議題必然有得有失 在我們獲利的部分 我們能夠盡量的擴大 同樣的我們可能受害 或受損的部分 能夠盡量的有配套措施 這安撫不知道台下學者們聽盡多少 離開前朱立倫還對民進黨 反ECFA活動 撂下這句話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客觀的討論 理性的探討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的算計 我覺得會比較客觀 要民進黨別以ECFA衝我都選舉 只是一些ECFA的衝擊 一天不說清楚 反對的聲音難以平息 明星文章選中文明 泰報道